啊你如果剛才在墾丁 跟你同學要輸贏一下 欸 餵 我這麼要人生來 好在公廟 上升高 輸贏一千 Sport加專輯 變成這樣 你這隻像火箭這樣啊 吃得很兇 你不要跟我說 我買你的雷射是吃得兇 熬哥上菜 馬力 慶菜 我承諾 熬哥上菜 沒有在慶菜這樣 這隻車來跟你們介紹一下 末代LASUS IS300 2.0 汽油板 真的要講得很重 因為現在喔 2020年醫藥全部都停產汽油板 因為 因為我不知道 世界就在強調什麼 環保 社會有的 沒有的 買來收減嘛 它又沒有討厭嘛 這個汽油板 你如果想要熱血一下 你就你知道嗎 買到245倍最主要 它是扭力35.7 我跟你說 真的 如果真的要車 可以玩車 想要車六頭 我們是看扭力 不是看馬力 馬力固然重要啦 但是馬力就是高速 在搶的時候 用的就買到 但是起床那個 大家也就 我還要超速公路 大家在拚2005倍 超速40公里 吊牌半年 要小心 很多客人 豪哥的客人 一堆被後排 半年問我怎麼處理 沒辦法處理啦 沒辦法處理啦 墨袋 又減金裝銀銀板 當初新車價是180 一百倍 一百倍就掉了 只一百倍就掉了 我騙一萬了 你注意看喔 LASUS 它就是整體的 空力套件的外表 很時尚 很年輕 你看喔 這不特別 降機 也不可以做大部 這都是原裝的 原裝的 所以不用再去買什麼 F-Sport 300 200幾萬 你是一樣的 這個版本看起來 就像空力套件了啦 前七八 黑色的 這麼大的一個機型的進氣壩 相邊邊 相邊邊 以前的這個烏燈孔 現在都這種 防進氣壩的這個 黑色進氣壩 讓你看起來就是 比較年輕的版 比較流行 注意看啦 它就是獨特的 建型的 一個白劍的日行燈 然後LED的頭燈 這個年分一定是LED的頭燈 還有一個 可憐 我不講你們一輩子也不知道 它叫做頭燈清洗器 要怎麼用我告訴你 好順著我 這個版本 它是配 那個黑色的 它做相式 黑白這樣 我告訴你 黑跟白配 配合黑白龍軍 黑白龍軍 真的就是很好看 真的 白色的車 你看一堆白色的車 它會配黑色的女圈 黑色的車很容易配白色的一些 一些什麼 懸浮式車頂什麼東西 你看看 黑配白真的好漂亮 這隻的前車主 它除了外觀 外觀它還有 加四片的情侶窗 手上 這應該是鐵毛的啦 我怎麼去把它打黑色的 加你的後視鏡 剛好一體 一體成型 這隻黑色的鯊魚旗天線 走 我們到後面去看看 跑到後面來之後 前車主 它有花一點小錢 改造排氣管的試出 它做 你看看它 當初是 它去升級這四處的排氣管 它是做為桃名 所以它不是 但是那種人在說 改造的 油門帶來 拚到擦死人的 當初比美那種 它就是純粹是好看 外觀 這種漸層式的尾管 試出的 這樣看起來更年輕化 更像一隻拋車 這就感覺 我沒辦法說 反正你如果看 一個排氣管 跟四個排氣管 後面你看到 感覺是差點多少 好啦 走 我們到裡面去看看 走 走到內裝之後啊 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台車的內裝 等一下 要你一定要找一下 新車的遮陽板 防塵套到現在 都還在 副駕駛座 我剛才進來看到 它的防塵套到現在 這不簡單 說這個 2020、2024嘛 四檔 你給你四檔好了 四檔車到現在 這個東西 還沒聽到 很高級的人 然後我們 講一下它的 內裝的主要配備 這台金裝 等一下 這台車的內裝主要配備 就是 我們方向盤 對方向盤 一個手自排的快撥鍵 剛才你如果想要熱血 就幻想 你是F1的賽車手 加減就是在升降降降降 然後 有那個 音響的快撥鍵 還有聲控電話的快撥鍵 里程電腦 然後看得到的 這邊有我們的完整的 Label 2系統是什麼 自動跟車 自動煞車 車道偏移 車道維持 都在我們的方向盤 右手拇指這邊 可以做控制鍵 下面有一個定速桿 再來 自動感光頭燈 自動遠光燈 iKey智慧鑰匙 中間有一個LASUS的 LASUS的這個東西 你說它很爽的 我覺得這個特色 這有一個小型的復古鐘 放在那裡做鋼 我不會說 你們試過來看 你們就有感覺了 然後它是分區恆溫 左右獨立分區 各吹各的 不用像去牽就像 你不會塞車整人趴火 你坐車坐到會冷 所以可能我的溫度會比較低 你的溫度會比較高 它的特色你看 它是手指滑動式的 溫感滑動在調整的 不像以前用按壓的 用旋鈕的 現在這個很有科技感 然後再往下講 有一個電熱椅 三段式的電熱椅 靠台灣電熱椅 是在電腦 這是在螺絲的 用不到 有啦 上次霸王寒流的時候 有啦 霸王寒流 我有人家把我卡電給我 好哥 你那些電熱椅很會用的 都不會乾 就是這樣 用得到就好用 用不到就是廢物 不然在日本中間有來 它就是設計這樣 我們日本的冬天使用得到就好 中間可以手自排 這裡中間有一個iDrop 智慧滑鼠 控制中央的螢幕 旋鈕式可以控制中央的螢幕 台湯桿下面有一個Driver mode Driver mode就是駕駛模式 它有分成Eco,ROMO和Sport 三個版本 Eco是那兩種生油的 但是你的車載起來會混混 白痴白痴 像那載不走這樣 因為你要生油嘛 所以它會把你的噴油嘴 控制那個噴油的油量 ROMO就是一般 我如果夠用熱頭也有夠了 我們也不會很像油 你剛才要放在你同學 要輸贏一下 看什麼人生來 土地公廟 上升到輸贏 一千斯坡加賺 翻譯了 你這台像火箭這樣 坐得很像 你不要跟我說 我要買你的雷射是坐得很像 再來有一個防滑 防止彈滑 防滑有的人要關起來是怎樣 改裝車 你的車要甩位 你的車要跟拖車 你就要把防滑關起來 所以 你如果沒有那種特異功能 防滑不要關起來 然後跟你們講 這一台車一開始開頭 我騙頭 剛才開始沒有在清菜之後 我就跟你們講過 這一個叫做金裝飲銀板 浩哥金裝飲銀板 到底是金裝什麼西洋骨頭 是金裝什麼西洋骨頭 我跟你說 車主花了十幾萬去金裝 這些原廠配備 結果當地買你的時候 你繼續勾勒 他會不會跟這個車廂說 你這個車廂還不給 不知道這個配備 藏在哪裡 甚至也不懂 所以招就來跟你買 這台車的下一個客戶 他也不知道 有什麼隱藏功能 浩哥現在跟你說 Lasus很長 它的金裝飲銀 它會把飛縮鍵 就是跳到那個畫面的快捷鍵 設定在這個Menu 中間這個Menu 有的會藏在Audio 有的會藏在Back鍵 我剛剛已經試過了 我們就把Menu鍵長按 之後放掉 它就跳進來這個畫面 你看看 導航 這座公司嘉銘的導航 很好用的 不要再跳躍 HDMI高化整的傳輸 然後行車紀錄 它這座接著 這邊 按得到這一組行車紀錄器 接著CarMess 車美式 就是完唱的 它完唱有什麼好處 它可以導入螢幕的畫面 抱歉了 前幾天就好 前前螢幕 我剛才不記得 所以烏烏的 到時候就不會了 方向盤前面 還有這個 抬頭顯示器 多功能的抬頭顯示器 就是知道 我們不用塞車 還要注意你那個指針 因為指針它變化會比較慢 你油門去那一百 一百還到八十而已 對面就有你打油門的速度 所以還是看那個數據 阿拉伯是不是抬頭起來 這樣浮現在表裡 這樣是最準的 好 然後最後 現在我們把 最重要的這台車子的里程數 跟這台車的售價 豪哥還有一台 又告訴你 這台車我們現在儀表版上面 看到的七萬七千九百零六公里 是真的假的 這少年車在賽公里數 不是都很多嗎 沒錯 你現在在外面 你要看到汽油版的IS300 不好找 有的被撞壞了 有的里程數很多 有的拿在手上不要脫手 為什麼 因為我現在一脫手 我一樣買的是要買油電的 油電的只有一百八十匹馬力 而且沒有渦輪 而且扭力只有二十二點五 我們這扭力三十五點七 這重點是柴油引擎 你知道嗎 車扭力要到三十起 就很有力了 這三十五有夠怕的 這台車的原廠 它末端的紀錄是 2023年5月29號 那個時候 進場的里程是六二十五公里 就做六萬公里的保養 我們現在 浩哥 以前做六萬公里 你現在七萬七 都沒有做保養 都欠你的 我跟你說 人家都自信 要賣車的時候 要賣了啦 不要保養了啦 再撐一陣子再來賣掉 你錢太多了 人就是這樣 我可以控制到 六萬我們知道 它正常保養了 七萬你自己要去做了 我只是要讓你知道 里程書我們沒有騙 前面這一張 還有一張原廠的 保養紀錄貼紙 搭在那裡 你如果沒有簽名都會看到 我們公司每一台車都有第三方認證 這認證報告書 我們是合議都會放在這裡 讓來電的客人 他可以馬上看得到 這台我們現場的開價 108.8 你如果今天不管你在什麼地方 因為我們破的地方也會蠻多的 你看到這支影片 再幫忙把上面的這個售價 咔嚓把它截圖下來 來到我們店 我們就是直接做特惠家 105.8 我剛剛不必點8 直接踢掉 105就好了 105 如果有貸款上面的需求 我這些豪哥都會盡全力幫你們處理到 零頭款 賣公全額貸款 這麼快點 零頭款慢慢繳 負擔也會比較輕 而且他還可以辦 新車利率的優惠貸款 只要你的條件夠 影片最後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麻煩在我們的YT首頁 麻煩點個讚 然後訂閱開啟右下小鈴鐺 那我是你們 賣車也好朋友 賣車 你找我真心好 你找真心車 OK Bye 二手好車 近載 無駕汽車 實在就是 SUM